面对伊朗小艇不断的调戏行为 美方的指责通常只有六个字 不安全 不专业 与近十万吨的航空母舰相比 伊朗的小型导弹艇简直小到忽略不计 但是美军航母为何如此忌惮伊朗的小型导弹艇呢 因为这些导弹艇的体积小 速度快 数量多 再加上波斯湾区域的局限性 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只有50公里宽 伊朗小艇很容易进入到航空母舰的防御圈内部 这些导弹艇体积较小 威力却不可小缺 伊朗海军的主力为30多艘大型导弹艇 这其中10艘为中国护东级导弹艇 导弹艇配有4枚C802反舰导弹 这种导弹是英机82的外冒型 最大射程为120公里 具有末端超音速突防和略海飞行能力 为在必要时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海军很注重突击艇的狼群战术 这些小艇多配有中国制造的反舰导弹 火箭弹等大威力和高射速的武器系统 在狭窄和多岛礁的霍尔木兹海峡 挺群战术威力非常强大 哪怕是天下第一的美国海军 也不敢轻易招惹